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和其他男演员 陈巧恩总是能将她活泼可爱的一面展现出来 因此她也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粉丝 随着近些年她在内地娱乐圈的活跃 大家也对这样的女生有了更大的了解与关注 只不过大家关注的都是她后来已经成名之后的感情或者是日常的工作 很少知道她那些黑暗的旧历史 其实陈巧恩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纯洁无瑕 反而在早期的时候她无论行为举止还是说话都震碎了人们的三观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陈巧恩恋爱期间黑历史 因为大环境的原因 港澳台的演艺明星们今年都选择在内地发展 不仅会做客一些综艺节目 也会在内地拍摄电影和电视剧作品 陈巧恩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她一直在很多年轻人的心中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 她拍摄的作品不多见 但是她也通过一些综艺节目让大家知道了她的名字 就在前几年 因为参加了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女儿们的恋爱 使她找到了人生的挚爱 并且顺利地进入婚姻的殿堂 至此之后 她的生活非常幸福甜蜜 陈巧恩在超过40岁的年纪收获了爱情与美好 在大家关注她恋爱和甜蜜的互动时 很多人也表示了羡慕和祝福 只不过这样一对年龄差距比较大的姐弟恋在刚爆出来的时候并不被大家看好 因为这两个人刚选择录制完节目在一起之后 南方就爆出了很多的负面消息 但是这时候陈巧恩的强势也展现出来 她不允许别人这样侮辱对方 并且用自己的言语来警告了那些人 但是还没等大家批评陈巧恩一个进而的为男朋友说话 陈巧恩自己就爆出来一个很大的料 原来她在和男朋友恋爱期间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晒出了和好朋友陈正飞在北京一起游玩的视频 从视频中也可以看出 他们游玩的整个过程非常快乐 关系很好 这样的互动在很多人看来就有些太过于亲密了 虽然他们是朋友的关系 但也有男女之分 两个人一起玩 陈巧恩和她仿佛像是甜蜜的小情侣一样 全程她都搂着对方的胳膊 甚至在录视频的时候还可以看出两个人说话也比较暧昧 陈巧恩会问她 你有多久没有和我来游乐园了 语气非常的可爱 看起来就像撒娇的小女生一样 陈正飞则回答 早在十几年前来过一次 后来就再也没有来过了 这样的关系让很多人表示了质疑 更感觉到不满 很多人都认为陈巧恩和对方这样亲密的互动是不是有些不太符合理 因为她刚和男朋友恋爱 如今又和其他的男孩勾勾搭搭 感觉实在是有些不尊重她的男朋友 因此 很多人建议陈巧恩就算恋爱了 还是要保持和其他异性的距离 这也可以给对方很大的安全感 毕竟他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就引起很大的争议 你强难弱的局面很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想象的结局 对于网友们的热切关注 陈巧恩非常生气 看到这些负面的评论之后 她甚至直接会对网友 陈巧恩表示她想挽谁的手都不关别人的事情 从言语中也可以透露出她的不满 甚至是有些愤怒 不过很多人面对她这样敢做敢说的态度也表示了认可 但对于她这样不好的态度也表示了批评 其实是陈巧恩的黑历史很多 小时候她就因为性格不好 交不到很好的朋友 也还都不愿意和她玩 所以现在她也是男性朋友比较多 陈巧恩的综艺黑历史 作为一个标准的欺凌后 陈巧恩一开始出生的家庭很普通 父母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变动 她也不得不因此而四处地奔波与周转 转学于不同的学校之间 这样的家庭环境使得她从小的安全感极差 没有固定的生活环境 学习环境和朋友 她内心也变得比较孤僻和孤独 每一次的转学对于她来说都是一次巨大的分别 认识新朋友和新朋友分离 所以她选择独来独往 不太和别人所接触 从小她因为转学 学习环境不固定 成绩也并没有很好 但是她在文艺方面却有突出的表现 高中毕业之后 她不想要继续在学校里面 于是就开始在社会上打工 因为家里条件不算好 所以她也想用这样的机会经济独立 让自己不要成为家里的负担 机缘巧合之下 她进入了娱乐圈 但是在娱乐圈 为了在娱乐圈当中有更好的资源 她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性格 主动和别人搭话 获取资源 这样艰难的起步阶段 如今说起来其实满满都是黑历史 陈乔恩不仅遭受过有非常多打击 而且为了能够红她是无所不用其极 2001年是她以平面模特的身份 进入娱乐圈的第一年 而第二年 她就以小红恩这个名字 开始了主持人的道路 在这样竞争的环境当中 自己必须更努力 于是她不惜主动办丑 在节目里面做各种搞怪的动作 为的就是让大家记住她 了解她 甚至现在还有人拿出这些视频来抹黑她 毕竟在当年的节目当中 她比较至难 而且言语非常大胆 确实和现在有很大的出入 曾经她在一档节目《中国那么大》当中 为了能够博取到眼球 在台湾的大街小巷寻找高丸的小吃 而且满嘴粗俗的话毫无形象 她表示 她从小就有这个练高情节 特别喜欢吃高丸 而且她会一边买一边吃 甚至还在马路上公开问那些保安大哥 哪里有卖高丸 根本毫无羞涩 虽然她自己不觉得尴尬 但周围人显然都已经把她当作另类的人去观看 陈乔恩这样毫无避讳的表现 让很多人直呼受不了 没想到在她吃完之后还觉得非常美味和享受 甚至对着镜头来描述她的口感 这样引人注目的言辞自然在当时引发了很高的收视率 只不过现在拿出来却让人看得有一些难为情 面对众多的质疑 陈乔恩还回应说 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个 没有什么可好奇的 而且多吃还可以美容养颜 除此之外 现在大多数人经常讲起的一件事就是当年她在综艺节目上一些大胆的行为 曾经陈乔恩以嘉宾的身份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在节目当中 她需要和其他的嘉宾 主持人玩游戏 惩罚是说了就要脱掉一件衣服 但没有想到她在这个节目当中救赎的最惨 当时她连输了好几局 最后身上居然没有一件衣服 为了不走光 节目组还给她好心地拿来一条毛巾盖上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她直接把内衣脱下 而且表情看起来很享受 一点都没有害羞的意思 纵观旁边几个男嘉宾 总是时不时在看着她偷笑 这样的举动让很多人表示尴尬 更觉得有一些羞愧 周围还有很多人在一旁起哄 陈乔恩这样的过去虽然可以称得上是黑历史 但是也让人觉得有些心酸 不过正是因为她早期这样的大胆 才让她在娱乐圈当中脱颜而出 最后获得了好的资源 拍摄优秀的作品 靠着自己的实力获得大家的认可 如今的陈乔恩不仅是说是女王 而且更是台湾偶像剧天花版的存在 她和小自己很多岁的男朋友结了婚 拥有了很好的幸福 但是她依然活跃在娱乐圈的一线 面对这样的黑历史 她从来没有避讳 直到现在都在用巧妙的语言来回解 可以说 陈乔恩的性格才是让她能够走到现在的最大原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